枪枪三人行 今天我觉得有点小兴奋 因为我们请来的嘉宾 平常比较少交往你们这些朋友 首先是徐同导演 纪录片的导演 我是先看他的纪录片 发现他就住在城乡结合部 然后专门拍了很多 我们报纸上一般管这一类人 就叫城市边缘人 是吧 他好像你的镜头就是拍这样一些人 所以我就请徐老师 我就发现还带了个美女 这个美女我们叫她小燕 小燕在纪录片里我看过你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来到我们这 让我有个很新鲜的感觉 因为你这样的女嘉宾 我还是头一回碰见 不是 我打断一下 我非常注意文桃以前的节目 文桃一般是一见着美女 好像比较有情绪 但是今天见的小燕这个美女 老实说我有点肝颤 这也不管你一个人肝颤 很多人就见着 其实我也不是老虎 也不是什么 并不可怕 反而我心还倒是很善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包括网友没见着面就觉得我特别害怕您 就惧怕 我说那为什么惧怕我 就因为我混吗 混的人也没什么可怕的 混也 我看是因为徐老师把你拍坏了 我觉得你可以先跟我们观众介绍一下小燕 跟你是什么关系 首先我们是哥们 铁哥们关系 但是这个哥们怎么在一块的 我觉得还是跟片子有关系 那么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 是在算命先生老力小屋里头 他是去找老力算命 当时我记得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算命这个片子的 开篇的第一场戏 就是他找老力算命 老力给他算出来什么 算出他是孤单病 你是目多人意性情来 外面开战要不来 在家怒下千年恨 两句好话转回来 您照发人说好话 孤单病从他一看 我说你是孤单病 孤单病说这人一辈子找不着好男人 找不着老公 是在做什么 他当时的工作是在朝阳那边 传媒大学那边 别提母校了 给母校抹黑 就是在母校对面 那个地方叫高碑店一带 就是在那边开了一个小按摩房 按摩房 开了小按摩房 然后 干的是应该被取缔的工作 对 没法的 说白了是没法的 没辙 为了谋生了 其实我们说游民也好 还是江湖人也好 还是社会 刚才您说的 社会边缘人也好 实际上他们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 然后其实才走向这一步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社会原因 小按摩走到这一步之后 实际上也经历了很多自己的纠结和挣扎 也经过婚姻的破裂 然后自己还闯过海南 也是不成 好像他老家是当年中俄边境的 人曾经混到过海南去 对 海南 然后 就是说白了 全国各地基本都去过 遇见各式样的人 就是说白了 就是混的 就是在这社会混的时间长了 就是你也知道 这个大染缸非常的非常的阴暗 然后 就是如果说你脑瓜子神经稍微不绷紧一点 就能让人给卖了 说白了 你没有卖过吗 没有 这我还是没卖过也悬 就是让人直接就领到那个按摩房里头去了 不是按摩房不是你开的吗 我那是按摩房是之后 之前还有过一回 不知道 很多开按摩房 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被人家筐子那先开了眼 或者说先入行 我们家 后来一想我也开一个 是什么 自己干 倒是也没有 那时候也是 就是说是因为很多种的原因 说白了就是缘分的事 然后我误入到按摩房 因为我说是去打工 就是在被逼无奈之下 我说我哪怕给你当保姆做饭都行 那行跟我去 就去了 去一看 不是这地儿怎么这么近 年还有女的 这岁数都非常大的 是一种存的按摩房 就是那种的 我就一看这不行 然后就是好说歹说 我说我现在干不了 我说这 我这还没适应过来呢 等我适应过来了之后 我回家再给你叫俩女的 我这时候好有个小姑娘 给她领这儿来 你们这全都是岁数大的 知道 我这在那又勾的一个 又把当中一个人 又给女的勾的出来 完了 我们又一块去的海南 去的 去珠海那边去了 上那边去 然后人家没想中 我带的这个女的 没想中 然后想要给她 直接卖到步行街那边去 我说不行 这事咱干不了 我又转到 又直接给她带到我们当地 散了 还成为朋友了 然后当中又去了南方了 然后就认识开按摩房的 然后老板一看 我说这挺好 那时候有钱 咱不是说是不差钱 咱真不差钱 完了就没有人 后来就跟她合伙 在南方开按摩房 然后她又上北京来开按摩房 我在老家开个厅 又给我打电话 我从老家隔厅 又不干了 上这来紧接着就弄了 但是你弄这个 给警察抓你吗 咋没抓呢 给警察给我抓了 要到现在 我这还是有污点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 有的时候有一些观众 他会有一个见解 就是说 觉得请上电视的人 都是我们要宣传的人 都是我们要表扬的人 其实我觉得 今天的传媒平台 不一定是这样 就像你拍纪录片一样 有些比如说 您在这儿 也可能是反面教材 您知道吗 对于很多人来说 但是我觉得 也可以去了解 你像他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觉得真是让我想到 人在江湖 你都经历了些什么 你觉得你算堕落吗 我不堕落 我真不算堕落 我这是在被逼无奈之下 我就一步走 被什么逼 第一个是没有文化 你不能上好的公司 去上班打工 知道吧 没有文化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上太低的 你还觉得不甘心 那么你就还得想着挣钱多 还得养着父母 你还想着挣钱多 那么什么挣钱多 偏门 偏门 所以很多像我们这种混的人 为什么走偏门 所以在你的纪录片里 我们也看到 其实在纪录片里 看到他的故事 给我的感觉是挺惨的 你说这个片门 可能你觉得有你的利益 但是给我观众的感觉是不幸福 就是这种生活 其实片门这个事真的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东西 因为他出卖的不是一般的东西 在有点执法薄弱的地方 鱼龙混杂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模糊的地带 然后求他生存 而他做生意的和接触那些人的又是各色人等 包括当然底层游民当中也有好的 但是还有一部分确实是地痞流氓无赖 所以说那个算命一开张 不就是叫唐小燕棒打无赖汉吗 就是那个无赖死活就要跟他好 就粘上了 就是所以他没办法 他就给人打出去了 像这种情况 为什么游民要暴力 为什么游民挣扎 就是因为他活的处境太艰难了 你说你曾经就是特别有钱 怎么怎么来的钱 就是做地板 然后挣的钱 再加上你这个做干片门挣的钱 然后再出对象有个分手费啥的 呵呵呵 这就是女人的优势 你怎么出对象 那个我 哎呀我这对象出的太多了 人家那个别的电视台都说出过三个什么的 我三十个都不止 但是那毕竟是小嘛 你对爱情怎么看 我现在吧 就觉得爱情假 嗯 基本上没有什么真爱 那你想往不想往呢 嗯 现在你就说完了 想往是太假了 我觉得什么是真的 哥们朋友是真的 啊 比老公 媳妇都好 为什么呀 哥们朋友咱们是一辈子的 老婆老公没准名就分了 换人了 嗯 你好在能成为朋友 不好就是敌人 一辈子仇人 跟仇人一样 这就是这就是游民文化 游民意识就出来了 游民文化当中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 就是呃 只认朋友 然后呃 讲究朋友之间的义气 有人还真的就是说 就是往往啊 在这个江湖上啊 你看就是像解放前小凤仙 跟这个蔡厄这个小凤仙 就往往是这个风尘中人的这个女子啊 他格外讲究仗义 他格外讲究仗义 大概是因为他对爱情这事 看的就 因为他在 他在这个圈子里头 他 他知道这个男人是什么样的 就不是说当你们二位就是说你们不爱听 但是也有很多个别的 我在店里头开店的时候 我们小姐跟客人在在房间里干呢啊 就做那事呢 然后呢 当中突然之间就来电话了 然后呢 这边就 这男的就接电话了 哎呀 哎呀 媳妇儿 那个我在外面呢 马上就回去了啊 乖啊 在家那个我给你买好吃的 就其实还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呢 这个男人 然后说的这么着呢 啊乖宝宝啊 这么着那么着就说的 你知道就是 女人虽然说是你挣她的钱 你在赚她的钱 但是你的心里你在想去 哎呀 什么玩意啊 这男人还能可靠吗 还待会回家 回家的途中 下班的途中 当中还得插一插一下了 你说这这什么人呢 这是 真实 真实啊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也许这个小样的路 咱们在正经社会里说 哈 不是大家应该这个 效仿 甚至是肯定的一个路 千万别效仿 对 也别别走我的路 没错 所以我说你不要介意 我在某种程度上 你是个反面教材 我承认啊 你可以坐在这儿去说他对了 他错了 你自己难道就真的立的那么高吗 对 就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急着去做道德评判 哈 就是这个道德判断肯定有时候是有问题的 简单的道德评判 呃 他们为什么这样生活 呃 他们你看刚才小二也说到了 没文化 所以说明他一开始的时候的 比如说在农村 这个教育的这个资源 肯定就不平衡 他们在那个地方呢 就没有享受到那样的东西 小学上的恨不得连五年级都上不到 就要去下地干活了 呃 所以说游民在社会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打打杀杀呀 呃 那个走偏门啊 干干黑道啊 包括甚至游民体现出的这种 我们说叫野蛮性 嗯 就是很艰难的状况下来才这个处境当中才能够不得已而为之的 所以你所以接触小样 我就感觉到小样吧 给我的感觉就是还是强 强人一个很顽强 呃 很自信 就是说 我觉得这有一种就是咱们说的这种来自草根的这种生命力啊 我觉得你真是这个屡败屡战是吧 这个百折不挠的 做人 我觉得做人就应该怎么着呢 其实那个我 我在那个呃很多地方别人都看着说是那个小样姐 我我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那个 然后他们说小样姐我知道你的经历 就是他们已经看过我的片子 看过这个片子就是知道我以前受过什么样的苦 然后我说 嗨 没事 人嘛 你不要老记着以前受的苦 你老记那干嘛 过去了吗 过去了 过去了就翻篇 翻篇就脑子就忘了 然后你继续的往前走 要么你成天你老想着你以前那事被人怎么地了 又是哪个男的拿刀逼着你了让你跟他上床了又是什么的 那些事你别想过去了就往前走乐呵的 永远让他过去了 但是可以当个笑话聊聊闲天 比如说你碰到男人拿刀逼着要跟你上床的时候 你怎么办 那必须上 那必须上 那首先第一点你得觉得什么值钱 女人的贞洁是值钱 但是在这个现在当今的社会它不值钱了 是不是 处女才6000块钱 对不对 你何况又不是处女 人家拿刀逼着你要你的命 那你说是命值钱还是贞洁值钱 对不对 所以你就逼的没有办法 你还得哄着他 给他哄的乐呵的 你还得痛快的消停走 走完之后你再害怕 你再怎么着 但是在他面前你千万不要装着 你特别害怕 别那么想 我听了真是不知道什么感觉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有女儿的话 我念佛祈祷她 绝不要进入你那个世界 你别说你有女儿 就是在当今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去放片子的时候 很多大学生就非常羡慕 我说小剑姐 我跟你在一起待一段时间 她特别羡慕我的生活 我直接就咔嚓拉倒了 拒绝 我说你们不要羡慕我的生活 也不要觉得我的经历 你们这辈子哪怕能换取一点点 到时候你后悔就已经晚了 所以你们现在很有文化 有文化的当中 一定要知足满足你们当前的生活 好好的活着 享受你们现在的幸福 享受你们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的经历你们只是看就完事了 你呢就是好像把你自己所有的经历 我觉得你归结有一个原因 就说没有文化 对 你觉得一切都因为你没有文化 这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文化 首先第一点 你上不了好的公司 就像还是我刚才说的 你去不了好的地方去上班 你没有一份好的职业 当你没有好的职业的时候 你的路就会往下坡走 你接触的人就不是高层次的了 就是偷摸打杂抢 社会拿枪拿刀呼啥一天 你这个拿搁的 你就只能跟这些人混毒品 对不起 我打断一下 就晓晓说的这个道理 我刚我发表一个感慨 就说明底层人或者说游民的内心是多么的善良 就是他总是你问过他两遍 他都是来说自己是因为自己没有文化 对 他们就这就要承担 我觉得 就知道他把责任担过来 是因为我没有好好上学 所以我才没有怎么样 其实挺有误后的 对 所以这就是一种顽强的生命 一种勇敢 知识分子当然看的就要全面多了 这不光是他个体的问题 社会的不公 社会背景的问题 种种原因 是吧 我们离公民社会太远 然后所以说我们个体没有责任 我们社会也不会太注重个人的权利 所以导致千千万万这样的小样走上江湖 所以说这社会有很多角落 平常咱一般人很少有机会看到 在那个角落里他可能遵循这是另一个规则 是吧 比如说这规则是不是叫聪灵规则 就是说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你必须有人照着你吗 得需要照 必须照 是吗 男人在外面办事好办事 你们俩一处成哥们了 而且特别铁 女人不 说白了 女人在外面就是靠身体 真的 谁能照着你 你咱俩在一起 我要开个店 你照着我 那你相忠我了 我就得跟你 虽然说不是两口子 但是至少你上我这来了 得给你捏捏 躺着 我还得伺候着你 你这最起码得 那啥 然后他外面社会人说 那谁谁 那变 那谁是我媳妇 别那么一天到晚 这个那哥的 人就来了 问 谁是跟你什么关系 都得问什么关系 我说你问什么关系 你想消费就消费 不想消费拉倒 你心里就已经明镜了 他在外面都已经放话了 所以你作为一个女人来讲 你在外面你开这种店 你就得靠这种人照着 而且好像你还照人 他是不是我在片子里看 他还认了个干女儿 你跟你干女儿还整天吵架呢 吵 你为什么要认你干女儿呢 这是个什么需要呢 因为我觉得 我不是说是有什么需要 我是觉得他第一点吧 太可怜了 我呢也可怜 所以呢 因为我比他大 比他懂得多 知道得多 所以呢 我们俩就一块绑在一起往前走 然后走到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等于说是这个 我也不想做了 或者说是我在干女儿 改行 改一个正经八板的行业 是吧 人间正道是沧桑 巨王椅 都出过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张哥妈 过年好 你就是我大话 你娘 我的所有的财产 各个方面 你帮我养老婆 我就 知道吗 嗯 我跟你讲啊 我在17岁那年 我都被人强颠过 你知道吗 嗯 我非常非常需要那种安全 我很孤独 一个女人 她不需要说是 她这 事业多么么成功 哪怕说是我一定 哪怕我挣六百块钱 一千块钱 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公 擔心我 女人做做是最大的 一辈子的幸福 但是我当然说没有 做人 尤其女人 不能太贱了 知道吗 男人 男人是个什么呀 刚才这徐老师讲的好 就是你的这个经历 不是不能说是好 是吧 甚至是挺惨 但是呢 看到一点 就是她担当 哎这种 倒是没有被这种生活 把你彻底压垮 没有 我觉得你也应该见过 好多姐妹就彻底玩完了 有 在这种生活里 有 就 一事无成 吸毒 然后老公也不行了 这样的姐妹太多了 甚至失去生命 丢了命的 丢了命的 对 特别多 那你现在是这样 你将来 有没有想自己以后啊 或者将来我老了 怎么过 从来不会去那么想 你知道 像我们这样的人吧 就是 因为首先第一点 你没有一个好的生活 然后呢 你就不会想着以后会怎么样 然后就觉得 乐呵一天是一天 你 我就首先去想 你今天高兴不高兴 高兴吧 高兴就完了 在明天呢 明天再说明天的 得首先你过一天 高兴一天 嗯 别想着以后 那以后没准 他明天我出门 让车撞死我了 那我想那么多 我白费我脑子细胞呢 我就又发感慨啊 就是说呃 游民由于他的这种处境和他的身份 所以使他呢 呃 自己可以担当自己的生命 但是同时呢 他也有很难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 我是说作为呃 作者我去看的话呢 那么可能还需要更前进一步 就是公民教育 就是说能不能让这些呃 比如说边缘人啊 底僧人 逐渐的醒悟的过来 就是自己除了是一个能够自己尽可能的混好 嗯 同时呢还能够做一个公民 就是 而且我就觉得你说这是接受教育哈 其实呢 没有文化的人不见得不聪明 嗯 你比如说他 我就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觉得我们 你你你你讲的 比我们很多嘉宾都强 而且你知道 他整集节目啊 能憋住一个脏字都没说 你注意到没有 这个表现出很强的这种控制能力 实际上是很通灵的 我都快憋不住了 哈哈哈 是不是应该是我们像是我们这人就是怎么呢 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哎 你跟混的人你比他还混 对 你跟文人你也一定要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棍文明启示录 不要乱插话 咱们讲的 见人说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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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江湖 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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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